我們的團長就是我們的東山大人 Oyama-san 他其實本身也是來自赤城縣 那赤城縣其實跟新竹市本身 其實這個屬性是相當的類似 也有許多的產業的科學園區 那我這邊也會安排後續跟赤城縣這邊的一些國際交流合作 那也希望說可以爭取跟赤城縣 也成為我們季岡山市之後的日本的姐妹市 那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其實因為這兩個城市的屬性是相近的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在我們科學園區的一個產業發展上 或者是在這個市民大家的一個福利跟權益跟一些政策的推行上 都會有很多市政上的交流 所以今天很開心可以再接待我們日本立憲民主黨的這個團員 那同時也了解到說他們在這個黨呢 其實他們也有一些比較相對進步 而且年輕的一些權益跟政策的推行 我相信今天這樣的一個交流 可以讓我們新竹市可以更多的一個國際的能見度